再來介紹是另外一種畫法 是 阿久遠在意見提器所學到的 其實也蠻有用的 所以在此跟大家分享 意見提器的畫法 第一個 一樣先取一團菌 接下來 入本 單方向 拿起來 接下來入本拿去燒 燒的時候稍微轉一個角度 發現我這邊沒有畫得很好 這邊我把它補充一下 應該是畫到底 畫到底 好 那燒完以後我們用紅色當代表 轉一個角度 那在這邊阿圓習慣上其實轉三次 轉三次 那各種菌的狀況不太一樣 可以找自己喜歡的方式 那一間體系的話我看到他們轉 也甚至轉到四次五次的 好 接下來第三次一樣 殺完loop之後 這樣子畫 那阿圓比較偷懶 只畫了三次 用三個顏色代表 那甚至四次五次 就看各位試情況而需要 好 現在來看看我們怎麼示範這個 那一樣我們 好那我還是用培養名做示範好了 這是乾淨的培養名 一樣我們是標示 這次來教大家標示 標示的話 假設說我們會有個今天日期 今天是6月8號 好 但短時間OK 那如果長時間可以標2014 或許您看到這段影片的時候 已經是2018了 好 那像我這個標示是什麼 假設TEST 01 一般這寫這樣子是為了拍攝 一般 寫起來的話會小小的一格就好 那阿圓喜歡 文字寫在這邊 就把 菌塗在這邊 請看阿圓示範 剛才是連續型的喔 就是 連續型的那個那個鋸齒狀 現在不是 現在已經 沙紅了 假設取最大顆這一顆 挖一點點 挖一點點 好 我們現在到培養名這邊來 好 各位看 看阿圓怎麼用 一 二 三 四 五 蓋起來 燒 轉一點點角度 好 燒紅了 都過來進來看得見 轉一點點角度 好 好再來 第二區 一 二 三 四 五 再燒 好 到第三區 好 再一次喔 一 離開 二 離開 三 離開 四 離開 跟前面的一刀法 或二三刀法不一樣 它是這樣一直連續型的 移去不回頭 那這邊的屬性是這樣子用 剛才是阿圓學的時候 我就覺得不是很適應 後來發現 效果真的不錯 所以後來的學生 我都叫全用這一招 這就是一剪體系的畫法 這就是一剪體系的畫法 我都叫全用這一招 這一招 一招 兩招 二招